中贤网10月28日电,综合报道,美国匹兹网是当第一座犹太教堂,当地时间27日上午发生枪击事件,导致11人死亡,用人受伤。 检方27日晚,以29项罪名起诉嫌犯,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国白宫等场所将办起治安。 将近案发地点是一所名叫生命之书的犹太教堂,距离匹兹网室中心近10分钟车程,当天正值每周一次的犹太教安息日,一群教众正在教堂内举行一场新生而命名仪式,试决中国,特朗普下令,到10月31日为止,白宫、公共场所、军事上所、海军基地和军舰的所有旗帜都将将办旗, 已是对遇纳者的庄严敬意。 当地时间9月11日,美国白宫将办席,纪念91恐怖袭击事件17周年,中心社记者邓颖社,特朗普此前谴责匹兹保留太教堂强击事件是大规模谋杀的邪恶行径,并称必须对抗在任何地点和无论何处出现的反犹太主义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上发言,中心社记者廖盘社,当地时间27日早晨,美国引西法尼亚州,匹兹保,一间犹太教堂突发枪击事件,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到11人,6人受伤,包括4名警察。 长期事件发生在匹兹保松鼠山,Skroll Hill的一个叫生命之树,The Tree of Life的犹太教堂,当时正在举行星期六的祈祷仪式。 突围事件发生后在教堂外的当地民众,视觉中国,早上9点半左右,一名枪手冲入犹太教堂,朝人群开枪,当时现场约有40到50人正在进行安心日祈祷。 匹兹保公共安全局长威斯里克说,被逮捕的枪手姓名是鲍尔斯,Roberts Dowers,46岁,男性白人。 威斯里克说,目前已知枪手的动机至仇恨犹太人。 美国联邦调查局,FBI特别太原琼斯,Bob Jones,表示,主导着起攻击案调查的FBI认为,鲍尔斯是单独办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